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正确对待啊 很简单了 第一呢 不要参入到人间的私人感情中 要记住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不能功德有漏 男女之间的感情要学会控制 要把它控制到大爱当中 不要介入到小爱当中 否则你会慢慢会慢慢会流失很多能量的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明白了 所以不要让某一个男的来坏了你们的倒性 所以人家说我的倒性被人家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吗 那如果这个男师兄来的话 他们怎么跟他沟通比较好 很简单了 不要沟通了 要去理他们就好了 好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少理他了 像这种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呀 明白了吗 有什么好讲的了 菩萨库法都提醒你们了 你们自己还要先高高 先高高 我也没办法 嗯 好吧 对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